随着一周前墨尔本实施外出必须戴口罩 否则会被罚款200澳币的严格措施 依然没有控制住疫情 反而还是连续十多天都是大三位数 而不是小三位数的增长 今天维州又新增确诊病例671例 维州州长在今天下午2点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不仅将封城令升级为市级币持续6周 而且从今天起每晚8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实施宵禁 除了上下班或者需要紧急护理 违反者罚款1万澳币 第四阶段的封城令和第三阶段相比 又会有哪些升级呢 老罗为大家解读前觉得其实这三项措施可能更加重要 第一要把确诊人员都集中隔离 刚看到一个数据被抽查的确诊人员中 有四分之一都不在家待着 有些还莫名其妙的去上班了 尽管澳洲是个讲究人权的国家 但都进入灾难状态了 就要像韩战中说的那样 非常时刻非常手段 第二这是墨尔本疫情反弹的重要原因 就是市中心隔离酒店的管理严重失职 所以一定要提高隔离区的隔离标准和监管力度 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了 第三疫情收门 已有一千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了 这些医护人员除了戴口罩 也需要隔离服等更高标准的自我保护 澳洲人口本来就少 医护人员更加宝贵 保护好他们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当然以上三点归根到底 老罗总结为一点 疫情期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比州长还牛 其实不在其位 很难理解每一项决策的做出 都意味着对其他所有选择的放弃 其中的压力和责任感 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和体会的 比如我刚才所说的第三点 隔离服又不会说有就有 从天上掉下来 听说维州政府三月份向某个国家购买的一批防疫物质 到现在还被扣在那个国家 面对今年冷泪的这场灾难 其实每个国家的政府都蛮难的 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遵守第四阶段的封城令 一起来看看和第三阶段相比又有哪些提升呢 第一购物不得超过家五公里 每个家庭每天只能有一人外出购物一次 当然这个五公里范围也不是一刀切 如果离你家最近的超市有六公里 那也是允许的 第二锻炼 每人每天最多一个小时的户外锻炼 而且不允许两人以上同行 并需要戴好口罩 第三商家除了药房超市加油服务 再能继续营业 其他商店全部关门 咖啡馆和餐厅只能提供外卖服务 第四上学 维州所有的学生包括之前允许到学校上课的 十一十二年级的学生 下周三起全部改为线上网课 第五工作 这个明天会出细则 老罗也会为大家及时解读 不过工作这一条对老罗的影响导不大 我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线上来完成 而且最近除了自己的短视频 老罗传澳洲场景大曝光 还开始为墨尔本的三家优秀企业 提供企业短视频 自媒体营销的内容策划 主要其中在企业营销攻略 墨尔本房地亚投资 租赁管家服务 中澳儿童孤独等 多动症的家庭预防和治疗 这三大领域 大家有任何想了解的问题 都可以留言或者评论 我正好趁这是第四阶段的封城 多写出一些好的剧本和内容 感兴趣的小伙伴赶快关注我吧 那么多中选择 我们下期再见